如果当你资料放进去但是不知道要读出来的话 那你可以用这个方法 可是你想说老师那有没有办法 我这样写进去了 我如果不用SQLite Browser这个程式的话 那我有什么方式可以把资料库里面的资料把它读出来呢 特别注意,你可以再学一个语法叫slate slate的意思是说我要把它查询 意思说读啦,读回来的意思 那怎么把它读回来 特别注意,我底下这边会有一个范例 其实你们可以看云端 云端的底下在哪里呢 在这里slate 用slate的语法把资料查出来 43页这里 那其实你会发现上面东西几乎都一样 只有在这个地方不一样 比如说我今天要把它查出来 那其实可以怎么做呢 第一个我可以把这个地方 程式才会修改一下 那改哪些地方 第一个呢 我不需要再建立资料表 因为我只是要读资料 所以这两行可以先把它注解掉 ctrl加斜线 第二个的话呢 原来叫什么 叫insert into 对不对 那所以呢 我把这个地方改一下 改成什么呢 这边呢 可以把它改成叫slate 好 这边说查询就slate 后面的话呢 哪个栏位 如果你 你大概可以 number.tl 当然如果你两个栏位都要的话 那你可以怎么样 加一个信号 就是所有的栏位 from 空一格 哪个table 就是这个table01 也就是说呢 把这两个栏位的资料 从这个资料表帮我查出来 那一样的方式 就是帮我怎么样 做执行 execute 可是问题来了 后面部分的话呢 你查到的结果 要有个return值 要放哪里 所以特别注意哦 最大的差别 各位可以看到 后面的话呢 你可以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前面去接他的东西 就是也许呢 你可以用一个cursor去接 接的方法特别注意哦 我就把这个资料呢 放到这个cursor等于cursor 这个把它cursor.q 等于cursor.q 不过各位可以在那个云端上面 我这边用什么 用com.q 那有什么差别呢 其实哦 特别说两个都可以哦 也就是说呢 你资料库的物件 跟资料表的物件哦 都可以跟资料库沟通 也就是你透过他跟透过两个其实都可以哦 OK哦 那也就是我把这个语法丢给他 他会丢一个结果表 所以底下哦 嗯 其实不需要这三行 commit 这些不用嘛 因为你又不是写写入照 所以不用commit 但问题来了 那我要怎么样把资料呢 全部读回来 嗯 因为我现在已经把资料读到了 但是呢 我是把它放在cursor里面哦 所以哦 我要把它读出来的话 你可以写个for回圈 for 里面的raw 这个变数的话我叫raw 里面每一列 它是一列一列的 有没有 一列里面有两栏嘛 那空一格in 空一格在这个cursor里面 OK哦 冒冒 哎 所以哦 特别注意哦 我就把这个 资料表哦 一个一个先丢到这个raw 然后最后的话呢 我就把print什么 print 哎 就把这个raw 里面的第几个 它这边的话一样哦 如果第几个的话呢 它跟那个串列有点类似 也就是说 我今天要抓 那个number的话 它是中刮符里面加个0 那就抓到编号部分 那后面的话呢 如果我要加一个什么 串接一个什么 哎 再串一个什么 串一个d点 中间加个d点 然后后面再串什么呢 串电话 那我就把这个raw 中刮符1 把他改成1就可以了 这样子 OK好 这样的话呢 我就可以把资料读 读出来 就不用sqlite browser 也可以 把那个table01里面的资料 读出来看看 我们来试一下 理论上有三个东西 我刚刚有三笔资料 执行一下看看 OK 有没有发现 底下的话呢 诶 1 就是这个 它就放在哪里呢 放在这个raw 中刮符1 有没有 然后这个 所以意思是说 这个第一次读到的raw 就是这个了 那因为我要抓的是 这里面的第一个 所以是raw 中刮符0 这个的话呢 电话就中刮符1 OK 应该可以理解吧 然后呢 上面没有栏位名称 所以说为了我 我要让那个栏位名称也出现的话 你可以再多一个print print的话 前面的话可以吗 再跟他讲说 这个的话就是帮我把 第一个上面是栏位名称 number 然后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他的电话 所以是tl 也可以把它加在前面 这样的话呢 这个程式会更完整 可阅读性会更高 就是 第一个栏位是number 第二个栏位是tl 中间一样加逗点 这样的话 出现结果 就会是 我们要看到的 OK 所以特别注意哦 刚刚我们用insert into 写资料 那你可以再透过select 可以怎么样 把资料读出来 OK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特别注意哦 差别在 上面这个不用create 最重要是在这个地方 把这个讯息丢给资料库 那他会帮我怎么样 查回来 并且丢到这里 所以你会看到他 这个cursor里面放的就是一个表格 里面的话呢 应该就是有一个两个 应该就三个资料 一个两个三个 就是这个东西 那我这个row的话 基本上就指的是什么 指的是这一个 这个 第一个 第一个 第二个 第三个 有没有 所以他就一个一个 帮我把这个里面的东西 一个一个抓出来 然后呢 分别把它print出去 OK 请各位试一下 这个如果可以理解的话 那以后呢 处理资料库就简单哦 就这么到 一会儿 那还是 这会儿